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希望大家有一个心理准备 在现实生活中呢 我在律师事务所工作 但是我对于这个广播电视这个行业啊 其实也挺感兴趣的 一种朋友说了 就是你看你学法律的 你又喜欢电视 要不然你去应聘那种 法治节目主持人怎么样 我说对啊 主持得好 说不定还能跟张子怡出的一样呢 但是大家发现没有 中国的法治节目都特别奇葩 法治节目嘛 你就讲点法律知识嘛 他不 他总要弄一些稀奇古怪的案件 然后加一些电视手段 整得神神叨叨的 然后那节目拍成这样 寂静的夜 一双黑手伸向了他 这究竟是人性的扭曲 还是道德的沦散 如花似玉的少女 又是否会惨遭荣丽于摧残 广告之后 精彩继续 精彩继续你个大头鬼啊 什么了你把刀的 要不然就加一堆那种声音特效 王翠芬拿起剪刀 走到了床头 就在这个时候 门开了 什么了你把刀的 吓人倒怪的 看看电视能整一身冷汗 法治节目存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为了吓唬老百姓吗 你看啊 每期节目到了最后 主持人在总结这期节目的时候 永远就那两句话 一 莫伸手 伸手必被捉 第二句 天网恢恢 疏而不漏 什么意思 就说你的守法 不然就要倒霉 以至于社会上流传这样一种说法 什么是法治 不守法就治你 这不是对于法治的正确理解 因为在一个真正的法治社会当中 不仅公民要守法 政府 执法者也要守法 很多朋友可能觉得法律挺可怕的 是吧 你违法你可能就得坐牢 法律会把你关在笼子里 但是在一个法治社会当中 法律是不应该让人民感到恐惧的 法律才应该被关在笼子里 笼子里边 那是法律的禁区 绝对不能碰 笼子外边是自由的世界 我爱怎么遮探就管不着 如果犯件 非要把手伸到笼子里 被法律咬掉了 那我活该 但是如果法律敢擅自扩大它的笼子 甚至未经法定程序 从笼子里出来侵犯到了人民 自由的生活 那么人民就有权利制裁它 对不对 普法宣传真的是法治建设当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但是大家想想 我们的普法教育搞了几十年 我问问大家 什么叫做无罪推定 什么叫做一事不在理 什么叫做举证责任倒置 这些最基础浅显的法律知识 全中国十三亿人 有多少人能把它说清楚 我问过我身边很多朋友 他们对法治的理解 还停留在那八个字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 那都是包青天时期的法律理念 弘扬法治精神 传播法律知识 让老百姓懂得如何用法律保护自己 这才是法治节目存在的意义 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 全世界第一 但是中国法治建设的速度怎么样呢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早在1987年的时候 就已经有人大代表提出了 官员财产公开的议案 官员财产公开法在1994年 就已经列入了全国人大的立法规划 到今年已经整整20年了 20年呢 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 朝鲜战争都打完了 这部法律还没通过 到底是谁在阻止 官员财产公开法 全世界137个国家和地区 实施了官员财产公开制度 我们却没有 但是朋友们 谁说我们不能改变呢 中国法治建设取得的成就 也是有目光颅的 正是因为中国法律人的努力 才保证了我们在国际贸易上的利益 正是因为中国法律人的坚守 才让那些冤假错案得以沉冤昭雪 正是因为中国法律人 中国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 共同的努力 才让我们在这场反腐败战役当中 取得了如此显赫的成绩 建设一个法治中国 应该是我们每一个 手持中华人民共和国身份证的中国人 所必须履行的意义 因为 在一个法治精神 没有得到彰显的社会当中 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安全的 面对不公平 不正义 今天你没有胆量站出来 明天你根本站不出来 的确 中国很大 中国的问题都很复杂 但是没关系 咱们慢慢来 谁说我们不能改变呢 梦想再遥远 窝行牛步也肯定能够抵达 那就让我们一起死磕到底 为了这个国家的民主 法治 公平与正义 出一份力 还是那句老话 正义 也许来得晚 但是我们 等得到 好 我也在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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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